就用我胸腰 就胸口的这个位置 这会儿是旁提旁腰 胸口一下就 就挑到正上 甚至有的动作再过一点会 直接挑到反面去 你们看 这个发力在哪 在左右旁腰的 挑 这边本来是挑着的 然后反着一挑呢 这边一压下去了 这边翘起来了 你们再看我两个肩膀 这个肩膀上去了 这个手臂就应该上去 是不是 这是符合审美的 大家看这 所以我的手臂 它就应该上去 腰上发力 而我真正的 是不是在做一个 抬胳膊的动作呢 同学们 你们想一想 就知道了 是不是 很多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就容易老师做这个动作 老师确实是在 你确实就做成了一个 胳膊的动作 它不是胳膊的动作 来 找一次 准备 旁蹄延伸 已经延伸出去了 找到这侧一压 这边一挑 走 给 腰 哪怕你的手臂没到位 看我 没有那么直 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儿 它也是对的 基本上顺从的 保持肩和手的 这个对拉的关系 准备 找到它 走 挑腰 你甚至可以前快后慢 走 挑腰 把这一侧给顶上去 走 挑腰 走 挑腰 走 挑腰 对 法力在哪儿呢 A A 在腰上来 反面试一下 准备 先有 左旁提延伸 挑腰了 走 A 挑上去 你手臂甚至懒一点 不是这么硬邦邦的 懒一点会更好 准备 走 挑腰 落下 走 挑腰 走 挑腰 一定是 腰 你们看我手臂 好像是在做 很大的起落的动作 但是 你们再仔细去观察 这些动作 完全就不是胳膊的动作 完全就是我躯干的 对不对 从身体的形态上来说 完全就是躯干的动作 跟胳膊没有关系 胳膊只是相对固定在这儿 保持了这个空间而已 是躯干的高低变化 明白吗 好 来 我们把它双手一起放大去做 双手一起放大去做 沉的时候呢 可以略微的蹲一点 因为我们讲 旁提起来的力 肯定还是要先从 腿上的蹬去做起的 那么既然我们是这么快 这么大的一个向上 挑起的动作 那么你必然要借助 更强的推地的力量 把你的腰 去挑起 蹬地的发力 一定要给出来 准备 右旁提 左延伸 就从这儿了 准备走蹬地 一条 双手 双手很懒很懒地 跟随着 甚至你的手腕都可以塌一点 先不要管它 然后 再侧旁腰 继续往上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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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挥手 看 旁腰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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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着拉着 再侧是松的 再侧是拉开的 身体自然会有倒 你的手臂也自然会 跟随过来 然后沉 往往是个快的 但是记住 手臂要有延伸的 呃沉 不要直接就从这儿掉下来了 这个圈延伸要得够 再来一次 准备走翘上去 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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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没人说话了 是练得很投入呢 还是没人了 哈哈 看啊 刚才 嗯 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不光是这个大黄手 小黄手也是啊 你们看啊 小黄手的时候 我的 看我的 我的腰左右 左右拉了多远 是不是 左右拉了多远 没有这个的话 你的黄手就就 单纯的就剩个手了 所以 我们在变化的过程中啊 尤其是这个大黄手 我再做一次 你们看一下我全身的 这个线条变化 不要单看手的位置啊 去看一下 我的脚虽然是并住的 我没分开 分开更夸张 先并住 你们就看一下 我尽可能的 把我身体对拉的感觉 给它拉开 沉 看清楚啊 看接下来 这还没有完全调起来 然后 看我身体的重心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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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住了 往这边抖了 为什么 因为我整个 这次旁有 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拉到极致 拉到我都快站不住了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找到这种 重心转移的感觉 我们脚下虽然是并住的 但是 同学们 跟着我单练一下 旁蹄之间的转移重心 来 小八子位站好 这侧 旁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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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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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右腿 就能抬起来 是不是 好 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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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次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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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找到 这个脚几乎空了 这才说明你的重心 你的正反的对拉的感觉给够了 如果脚下没感觉呢 就说明现在心里明白了 好 没有正拉正反拉的感觉 可能你就只存在于胸腰 同学们看啊 胸腰就会短了 我做几个动作 你们看 小的黄手 然后大的黄手 这个就会短了 是不是啊 舞蹈毕竟要的是全身的长线条 所以在动的时候 你无论是你的中腰 还是你的胯 还是你的腿 都得左右的 那么明显的拉起来 这个动作它又不难 只是我们要的幅度大 是不是啊 看 拉 然后 拉 然后再 拉 一定是全身线条 在拉着的 不仅仅是胸腰一过来 胸腰一回去 如果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动作的话 动作必然会短 这就很多同学 经常也说到 跳舞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胸腰 是吧 胸腰固然重要 但是大家记住一个原理啊 全身的线条更重要 胸腰毕竟是个局部 是不是啊 毕竟是一小块 是个局部 它很重要 但是局部再重要 也没有整体重要 全身的线条 才是最重要的啊 好 来我们反向练几个 准备 胸腿 走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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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去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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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留着指尖 哎 松掉 再来一次 走 嘿 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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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要顶出去 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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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 好 然后我们再 给大家说几个 再说几个动作啊 今天我们算是 通过旁蹄练习呢 给大家讲了一个 黄手 那么在黄手动作当中 给 咱们 几个动作 一会咱们把它串联起来啊 腰疼 腰疼不正常啊 同学们 如果你没有做这些动作 腰疼的话 还是要看一看医生的 或者